为大家整理了2024年代播的古装剧中游戏改编类的剧目 这个是第二弹 要介绍两部 分别是《仙剑奇侠传4》、《仙剑奇侠传6》如对本类型没有兴趣 请观看第一弹的视频 是关于大男主类的代播古装剧 请在本频道自行搜索后观看哦 《仙剑奇侠传4》 《仙剑》系列的古装剧是游戏改编的 当年这个系列的电视剧捧红了很多明星 上一个《仙剑3》是在2009年播出 《仙剑4》将在2024年迎来首播 但诡异的是《仙剑奇侠传4》是在2022年6月杀青的 不同的《仙剑》是讲述不同的故事 大家不用担心没有看过之前的剧目 无需回顾剧情 可以直接看《仙剑4》 《仙剑4》又明天何传 他讲述了寻访剑仙传说的少女韩灵莎 居静依饰演 在青鸾峰上偶遇了山野少年云天何 陈哲远饰演和其他小伙伴一起磨练的励志的故事 为探究云天何的身世 韩灵莎和云天何一起下山 之后又在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了柳梦梨 毛小慧饰演与慕容紫英 毛子俊饰演 结伴的四人慢慢揭开了昆仑穷华派与幻明界的种种恩怨往事 穷华派被云天何的父亲吉云天青 陈楚河饰演的前师兄玄骁汪夺饰演 控制 挟制着正宗的武林门派 在人妖两界的纷争之下 四人同样被裹挟入命运的洪流 在种种逆境中为化解灾结尽己所能 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以我命有我的信念成就奇迹 最终领悟到御修仙道先修人道的精神 结局就是挟不能胜正 玄骁被打败了 穷华派也重回正轨 居静依的颜值无庸置疑 她是适合古代装扮的 但家人每次演的都是差不多的角色 有点审美疲劳 同志化严重 希望能演一些别的角色 拓宽一下西路吧 陈哲远在记忆中 除了在绝代双胶中的饰演的小鱼儿 古装剧里角色就没有记得几个 最近记得她的角色也是现代剧里的 和赵露丝合作的偷偷藏不住的段家许 这具作为仙剑的系列作品之一 卖的就是广大游戏迷的支持 卖的就是对以往仙剑电视剧的观众情怀 新的仙剑 换了新一代的偶像代表们来诠释 为仙剑注入新的活力 迎来了不一样的角色和剧情 期待新剧的开播 仙剑奇侠传6 根据单机游戏仙剑奇侠传6改编 古装仙霞严情剧奇金章 共36集 主演是徐凯 于书欣 该剧讲述了岳金章 徐凯饰演和岳琦 于书欣饰演 二人在屋檐村相伴三年 有着神奇的共鸣关系 却对各自的绅士一无所知 试一的岳金章和痴呆傻的岳琦一起 二人携手闯荡江湖 希望找回过往记忆 二人被卷入 启魂圣宗作乱和洛家宝血迹等神秘事件之中 而在对抗圣宗过程中 意外让岳琦被封印的回忆和情感被开启 随着事件发展 两人结识了洛家宝家主洛昭严和双子的秘密 洛昭严是男子 洛埋明是女子 他们随后一起灭了当地的邪教 御剑居十方 千年狼妖贤青 顾寒江和在灵阳道见到的明秀师徒 医生扁洛环等 一众江湖人士 二人的真实身份也逐渐揭开 正五盟 启魂圣宗 横道众 于妖族 几大势力接踵而至 真正的幕后社局人即将揭晓 不剧透了 还是看剧追剧吧 仙剑四都还没有上 仙剑六却拍好了 大家期待哪部戏呢 是两部一起看 还是选自己偶像演的那部去看呢 于书欣在苍蓝绝后的古装 不知道是否像小兰花一样的经验呢 徐凯近年也是隔三差五的出了好多古装剧 都记不清哪部是哪部的造型了 期待新剧顺利开播 今天先介绍到这里 下期再见 记得关注再走 凡后 啊 对这是揭晓的 Evil 点 toward 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